讲的部分前面应该都有讲过类似的 只是说你要怎么样很快的建招拆招 你的工作可以很快的把逻辑整理出来之后 你需要的一键完成或者是制定函数就可以把它做出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所谓制定函数就是说本来没有 但是你把它定义出来 使用者制定 那里面的话分成两种 一种是地址函数 一个是地址函数加一个范围 那这两者有什么差别 我们按确定的话 你会发现这边一样 这个就是变成说你要这样点一次两次 一个一个把它点出来 但是它一样就是会帮你判断 可是它缺点就是说 太多了 而且其实好像也蛮容易做 蛮容易选错 选错结果就错了 那做完之后呢 点两下 它一样会帮你把这个最后的结果做出来 但是基本上它的公式还是会比前面简单许多 因为前面你要做的每次都要想一下 那这个的话几乎不用想 只要插入一个这个制定函数有存在的话 那当然就会有这个效果做出来 所以那这个该怎么制定这样一个函数 基本上我想前面有做过类似的 它有点像互动式的 跟前面的一键完整不同 一键完整是跑完结束了 它有点像前面那个是sub sub是单项的 跑完之后就不会回头了 但是方权是怎样 它是跟你互动的 第一个它会跟你要资料 所以在刮壶后面一定要给它 像刚刚那个部分是八个参数 包含就是什么游递区号到楼八个 中间在斗点 所以你要给它资料 它会还给你什么 还给你你要的东西 就是完整的地址 所以方权有点像互动式的 跟你要资料 再丢给你你要的结果 有点像帮你做一点 但是它会询问你 你要给我什么什么 那sub是完全不会询问 直接就跑了 好那怎么做 当然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呢 我们的做法 第一个一定是插入函数 好那插入函数的话呢 一样是从插入程序 里面的方选 这个我想前面都讲过了 给一个叫地址函数 按确定 再来第二个就是说呢 你可以把那个游递区号 城市等等的 其实就可以把这边的 其实可以把它Ctrl C 然后贴过来 贴到这个小刮壶的后面 有没有这个小刮壶 这个小刮壶呢 里面就是放了 你将来要显示在插入函数之后 这个引数 一个逗点后面就第二个 逗点就第三个 总共有八个 那名称由你制定的 当然你将来不一定要打中文 你打中文它就显示中文 你打英文它就显示英文 那这个部分的话 它去选 选了之后的话 接下来呢 你要判断 不过其实 需要判断的其实就是 断 向 弄 揉 这四个需要判断 所以呢 我的判断方法是这样的 if 断 断 前面不用判断 因为前面直接就串在一句话 如果断呢 它不等于空的 then 断 等于什么呢 断 and 断 OK 那不过有同学可能会想说 老师好奇怪 你的then为什么 这后面写在这里呢 你不是应该这样写 enter 有没有 然后会先需要怎么样 先需要一个if and if 这样写 那你想说这样写是刚刚标准的写法 不过呢 以后特别注意 如果说呢 你的if 这个中间只有一行的话 特别注意哦 如果只有一行 才可以 把这一行搬到这个后面 不用end if 这个是合法的 好 可是如果说你后面的叙述呢 有两行以上的话 很抱歉 不行 这个是规则啦 OK 那所以呢 当然如果我讲过啦 我的程式就是 如果可以短 那就尽量能够缩短 如果说呢 你这个 所以关键就是这个后面只有一行 可以这样做 所以 那判断因为不等于空的 才去串接 但如果等于空的 那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就没有断了 OK 像 no how的话呢 就直接讲 how 等于 how and how 那 他会直接放在 这一个引述里面 有没有 你会发现哦 这个引述里面 我直接就塞给他什么 他给我什么 本来给我比如说 二段好了 然后过来的话呢 我判断说 他里面有二 不等于 那就 段 等于 二 再加一个段 再放回来前面 所以你会发现哦 这个引述呢 他本身呢 也可以拿来暂时存放资料 好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也是他一个特性啦 那我们当然就是说 如果你不需要 太过麻烦的话 你就直接把资料存在这里 当然如果你觉得这样写哦 好像感觉不是很好 那你那你可不可以自己再加一个变数 那也可以啦 比如说你这个地方 你自己再取一个变数 最后串接用那个变数名称 也是OK的 好 那就串接完之后 最后到楼 那因为我需要怎么样 把最后串接的结果 通通都怎么样 串完之后 再返还给谁呢 特别是这个地址函数跟这个 一定要一模一样哦 差一个字都不行哦 就把最后串接的结果 返还给这个地址函数 那因为你的滑鼠游标是在某一个储存格里面 他就会把串接完的结果 放在你滑鼠停在的那个储存格里面 那当然哦 他这个地方 你也可以直接向下填满 他结果就出来了 OK 所以这个部分应该 前面都有讲过类似的啊 只是说有些可能 那个逻辑上不太一样而已 好 那再来 可能比较特殊的就是说 我们刚刚是八个引述 哎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说 不过这也是同学问的 因为哦 你会发现刚刚这样 虽然已经比较简单的 可是呢 你却要点八次 那如果说将来 你的资料量更多的时候 那可能不止八个啦 可能十个 二十个 三十个 那你其实不是要点 好 那可能点下去 你可能会 会想投降 所以 有没有什么方式 我不是用什么 哎 不是用一个那个 就是点 一个一个的点 而是什么 给我一个 叫做范围 那所谓的范围 就是连续性的哦 你也不能乱选 一定要 合乎他的要求 你那个范围给他 有没有 地址范围给我一下 那我就怎么样 选一下 他就过来了 然后呢 结果就帮你组合起来了 这样简单许多了 对不对 而且比较合乎一般性的逻辑 效率更高了 对不对 如果小量这样还好 大量这样一定要用范围 可是这个要怎么做 前面有讲过类似的吗 有嘛 应该有啦 只是说 可能因为时间久远了 又间隔太久了 然后各位上班 可能又比较忙碌 不过其实这个东西就这样啦 你多练习 久了你就会很熟悉了啦 你也不用不用刻意去背他啦 像这东西 其实平常工作都用得到 我就自己弄了几个函数 以后点下去 自动就出来 结果就好了 而且这个其实说 这个东西也是我自己用自己的方法给解出来 就用我自己的方法去写出来的 所以其他书里面会找了很多 好像很少再提到这部分 即便是有也写得非常复杂 一看到就算了 为什么 因为一般的书里面都用物件的概念 物件导向的观念 所以他会先set一个range 然后再把那个range东西丢过去 然后再弄来弄去 弄来弄去之后 哇 头就晕了 那我的想法 我的解法这样 很简单 你就建立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呢 也许我叫做A 用这个A怎么样 去接你给我的这个东西 我就用A来表示是他 那我 这个叫 如果是第一个的话 第一列的第一栏 第一列的第二栏 以此类退到第八 所以将来 我要怎么去抓到这个位置 很简单 A刮弧1 豆点1 用这个来表示优利区号 第二个是什么 A刮弧先列哦 第一列 第二个 所以最后一个就是A刮弧1 豆点8了 所以你给我一个范围 那我怎么解析呢 你给我第一个 我就用A来抓到他的里面的资料 那怎么去抓 用这个方法来抓 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阵列 这个叫二维阵列 两个数字 也是正 如果说里面一个数字呢 就是一维阵列 那实际上以Sale的概念 像Sales有没有 也是一样 它也是二维阵列 那其实二维阵列就可以对应到一个表格啦 那也就是说以后 如果你选的范围是两列的话 这个就是二了 所以如果你要抓到第二列的第二个的话 因为有可能你不只是选横向的嘛 你有可能选纵向加横向 那怎么去抓到其他的 一样的概念 第二个 这个就是A刮弧2 豆点1 那就OK了 就可以抓到 那程式怎么撰写 基本上呢 我们来改写看看好了 那我就把这个方形 把它复制 贴过来 改到下面 那下面的部分的话 有哪些地方不同呢 第一个 你后面就不需要八个东西啦 一个东西就好了 叫做地址范围 给我个范围就好了 OK 第二个的话呢 就把这个地址范围呢 先丢给A 先丢给他哦 OK 他就先放在里面了 所以呢 这里面放的就是那个表格 所以这个其实他也是一个阵列啦 那我们不过比较麻烦 你要算一下 这个范围里面的第几个 一二三四 有没有 所以是第四栏 A刮弧1 豆点4 那其实哦 你可以对照上面 其实就把这个改成第四个 好 那后面都一样 有没有 其实就是取代一下啦 然后这个是第五 第五栏 第六 第七 然后最后的话呢 一样哦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把第一到第八全部怎么样 串接在一起 应该看得懂这两者差异吧 那输出之后的话呢 就可以是一个范围的结果 OK 所以如果你懂得用范围的话 其实可以非常的便利的 把你要的资料 很快的可以产生一个结果 一选 一个结果就放在你要的这个位置上面了 OK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两段程式嘛 在云端上面也有 给各位参考 那其实这个还蛮好用的 那这种写法哦 比如说地址范围这个写法 基本上哦 坊间的书籍是真的是写的太复杂了 我是建议你可以利用这个概念哦 其实就比较容易可以解得出来 好 我试试看 那这个当然比较单纯是横向的 横向的一列的某个范围啦 当然你要纵向的再复杂的资料 你可以选一个这个范围 你可以练习一下 这个范围哪一个数字最大 可不可以 可以啊 这个范围里面 你要找的东西有几个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就是丢进去范围 给他他会吐出一个结果给你啦 这个就是所谓方权啦 方权就是你可以不知道他的运算过程 反正他会给你最后的结果就对了哦 所以很多时候哦 一般的城市开发哦 有的时候可能甚至是 写函数的人跟使用函数的人是不同的 比如像一些一般设计公司 他就是有人专门专门去写函数 专门专门使用函数 好 可以这里的话想各位试一下哦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